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发生于 1914年至1918年间的全球性冲突 该战争的开始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引发的 包括国家之间的竞争 殖民地争夺、军备竞赛、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崛起等 开始原因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 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大国相继实行军备扩张和殖民地扩张政策 并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此外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崛起也加剧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因素导致欧洲形势逐渐紧张 在1914年 一场重大事件导致欧洲局势恶化 6月28日 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弗兰茨·费迪南德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 奥匈帝国认为塞尔维亚政府支持是克 向塞尔维亚宣战 随后 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加入了战争 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 展开战争初期的主要特点是骑兵攻击和火力资源 这些都是基于传统的战争方式 然而 新武器和新战术的引路改变了这种情况 大炮、毒气、机关枪、坦克和飞机等武器的使用 使得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毁灭性 战争的进程非常复杂 并在不同的地区和阶段发生了不同的事件 战争初期 德国进攻比利时和法国 并占领了一部分领土 然而 由于法国和英国的反击 德军最终未能攻占巴黎 同时 东线战场上 德国和奥兄弟国与俄罗斯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然而 这场战争最终没有取得明确的胜利者 战争中 参战国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能源伤亡 这场战争不仅对欧洲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对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结束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可以追溯到1918年 当时德国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 由于经济和社会压力的加剧 德国无法维持长期战争 同时也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1918年11月11日 德国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议 结束了战争 在战争结束后 参战国家进行了谈判 以解决许多重要问题 包括边界划定 赔款和惩罚等 这些协议也为战争留下了许多遗产 包括二战的爆发 此外 战争也促进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如俄国革命和冷战的爆发 总结 中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一场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引发的全球性冲突 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 殖民地争夺 军备竞赛 民主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崛起等因素 导致欧洲形势逐渐紧紧张 战争的过程中 新武器和新战术的引入 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和毁灭性 最终 战争的结束 可以追溯到德国的崩溃和协约国的胜利 这场战争不仅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对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成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